我覺得頭髮對我而言還是很重要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就是 我現在以一個沒有頭髮的姿態跟你們介面 其實我真的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氣 就是醫生有一直提醒我跟我講說 你要不要去買假髮啊 你要趕快買假髮喔 因為做完的時候就會掉頭髮 但是其實對我而言我一直很 不想去那麼快面對這件事情是 我覺得感覺好像真的去買假髮了 我的頭髮就是要會掉光 我覺得頭髮對我而言還是很重要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就是 我現在以一個沒有頭髮的姿態跟你們介面 其實我真的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氣 我相信很多女生也跟我一樣 但是該來的還是會來 他跑不掉的 為什麼今天我沒有假髮 因為我今天假髮來去送洗 所以我今天必須要以就是 帽子的部分跟你們見面 然後今天大家看我臉也稍微有一點點紅 就是因為我前天才剛打完化療 所以臉部就有一點點熱潮紅 那因為化療的藥物也讓我停經了 所以有時候副作用其實是蠻大的 那我也要呼籲大家 盡量盡量不要聽行偏方說 啊吃這個就好啦 不要去做化療很傷身體 其實這樣是真的不對的 甚至很多人因為捨棄的正規方式 而耽誤到自己的病情 後來來不及了後悔了 再回去找醫生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你的癌症的奇數 又往後延甚至轉移到別的地方了 因為我有單側三顆 那都已經超過兩公分了 所以這樣子叫做多發性的一個乳癌 那醫生就有告訴我說 對我最好的方法是 數前輔助治療 所謂數前輔助治療就是 先不開刀 我們先用六次的化療 然後把腫瘤先縮小 如果全部都消失的話 那我們就是同樣要再打12次 如果沒有消失的話 表示病理還沒有完全緩解 你這樣子的話 醫生就會建議換個藥 然後再打14次 所以總total啊 我的療程應該會到明年 大概也是三四月才會結束 大家可以看我的人工心 我來這裡 它其實就很像在身體裡面 縫一個扭扣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可是我一開始裝人工血管的時候啊 因為那個人工血管 裝的地方不能碰水 所以我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我這邊有一塊黑黑的 其實就是我對那個 黏的膠布有點過敏 所以那段時間我一直吃盡苦痛 那我也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收到了 血片般的訊息 有護理師也有告訴我說 心裡很謝謝你 因為在醫院裡面很多病人 他們可能對於我們的一些勸導 沒有辦法聽得進去 因為可能會有人覺得說 你是正常人啊 你又不懂我的苦 但是 你們要相信 我現在也是病人當中 我很懂你們的辛苦 我相信不要放棄 當你的信念越堅強的時候 你的力量越強大 我覺得重點是要先有好心情 然後你吃得好 睡得好 我覺得我們可以一起度過的 加油加油加油 排細胞遇到我 真的算你衰 心情 容易 而且 你 還有